出国呀特别要注意 因为我们一看呢就是东方人 尤其现在中国强大呀 走到哪里人家一看就认定你是中国人 尤其是向上演员好认 都长得特别的极其古怪 我就是因为人家都这样认定 所以我不太愿意承认我是极其古怪的向上演员 我以前早年出国的时候 我特别提醒我自己 在国外要是出了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 你打死我我都不说我是中国人 我马上就会说说什么呀 那你 日本人 好 有一回呀 我跟张帝大家都知道那极致歌王 没事 我们俩一块出国商量好了 我先说啊万一要怎么样的话 只要一拿你 我就知道了 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晚宴当中啊 那次的表演呢就是说 先大家一起用餐 完了之后再演出 但是说真的 我们自己都是演员 站在台上有一些辛苦啊 是观众朋友不能理解的 比如说像我们上台之前 我们就不能吃得太饱 对 是吧 对 你说要唱歌吃得很饱 那一唱歌的时候还 我爱你 还打个嗝 不能听啊 是是 但是完全不吃也不行啊 没力气 也得吃一点 这肚子难掌握 结果呢既然是自助餐嘛 那我跟张帝嘛就想那就看一看有什么吃的 垫一点肚子 结果看到一样东西不要说吃啊 这一辈子没见过 美国这个国家真怪了 人高马大也就算了 什么东西都大 那苹果一个放在桌上 碧绿色 这么大一个 这玩意儿没吃过呀 咱俩分一个店的调度肚子了 是啊 张帝的个性大家抬都抬到嘛 对不对 这人一定伸了手就抓呀 假的 放在那好看的 结果你知道张帝的反应有多快吗 一回头就瞪了我一眼啊 好像我叫他拿的我错了 嗨 哪尼 我一听哪尼 哦丢人了 嗨 哪尼斯卡 俩日文 あ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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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ですよ 所有 あの あなた就别吃了ですよ 摔了苹果就跑 谢谢 谢谢横横老师 好 再次发展